别眨眼 水里似乎有什么 忽然间 一具尸体浮了上来 男人一个没踩稳 千钧一发之际 弟弟把他拉了上去 男人逃过一劫 但他们为何如此害怕水里的尸体呢 未来世界 地球被不知名的超级病毒肆虐 和感染者碰触一秒 或者说话超过一秒 便会感染病毒 人类只能四处逃窜 幸存者寥寥无几 哥哥觉得 必须要和弟弟一起 去到时的海滩 才能得到救赎 于是哥哥带着老婆 弟弟带着女友 四人出发了 末日世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开车不要走大陆 因为指不定你会遇上什么 但哥哥偏不信邪 不顾众人的反对 死降着开上了大陆 但他不知道 这是一条不归路 行驶一段距离后 一辆车停在路中央 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出于自我保护 他们赶紧升起车窗 路人问他借汽油 还说可以用食物交换 明明汽油还很充足 但哥哥偏不肯借 这时弟妹发现 路人的女儿已经感染上病毒 哥哥赶紧掉头 但没走多远 他们的车子就抛锚了 无奈之下 他们只能又硬着头皮 回去跟路人谈合作 大叔说 这附近有个医院 他们研究出了新的疫苗 可以治愈传染病 虽然大火不幸 但大叔笃定的语气 还是让他们动心了 毕竟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血 万一有一天用得上吗 这时弟弟出了个主意 他们把车后座用塑料布隔离 又将车里里外外削了个堵 接着便出发去医院 路上 兄弟俩发生争吵 车子一个急刹车 速封抹有了缝隙 但几人并未察觉 接着上路 途中又遇到一辆报废的车 弟弟上前想取点汽油 却发现邮箱上了锁 他只好戴上口罩 探身去拿钥匙 有惊无险 几人顺利到达医院 留下大嫂照看女孩 等他们进来后 发现这里一片死寂 只有一个医生在苦苦支撑 几个重度感染的孩子 已经快不行了 医生决定让他们安乐死 原来疫苗根本就没有研发出来 几人满脸失望 这个小女孩感染了超级病毒 大嫂正在给她讲故事 但突然间 女孩呼吸困难倒在地上 情急之下 大嫂扯开速封膜 给女孩递呼吸机 但这时意外发生了 女孩喷了大嫂一口血 她慌乱抹掉 看到哥哥一行人出来了 她赶紧将速封膜恢复原状 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这时小女孩说要上厕所 为了不让哥哥抛弃他们 大叔鼓励女儿独自去厕所 但看到女儿虚弱的身体 他心软了 他抱起女儿 对弟弟说了句 接着转身抱起女儿 往厕所的方向走去 为了让女儿不往后看 他让女儿唱起了他最爱的耳歌 等父女俩一走 哥哥就把他们的东西扔出车外 弟弟见状要阻止他 哥哥却说 弟弟求助大嫂 这次大嫂也没有发生 他们继续前往沙滩 路上 哥哥见大嫂情绪有些低落 非要和她玩轻轻 大嫂一把推开了她 晚上 四人准备在一个酒店借宿 但却遇上一伙歹徒 他们穿着防护服 随身携带武器 威胁女孩们要留下 再勒令他们脱衣服 检查他们是否感染 哥哥懵了 歹徒放走了他们 一路上 几人一言不发 哥哥知道 必须要做个取舍了 在离海滩还有两公里的地方 他忍痛将自己的爱人赶下车 这个男人也太狠心了 老婆感染了超级病毒 他冷漠地把他赶下车 决定让他自生自灭 无论他怎样恳求 哥哥还是把他抛弃了 因为他知道 如果他不走 大家都得丧命 末日世界里 不存在爱情 三人继续上路 但有已经所剩无几了 这时对面开了一辆车 哥哥把他们直接拦下 弟弟过去问他们借友 路人直接拒绝 哥哥见状 上去就是几枪 一人当场死亡 还有一人奄奄一息 哥哥让他下车 谁知他一下车 就朝哥哥腿上开了一枪 哥哥气急败坏 将他一枪射杀 弟弟过来帮哥哥清理伤口 但这时他突然发现 哥哥的腿上也起了红疹 这说明他也被感染了 弟弟无意间看了看座椅上的枪 哥哥连忙挪到旁边 晚上的篝火旁 趁哥哥没留意 弟弟偷偷拿走他的枪 还有钥匙 决定将他抛下 但等他准备发动汽车时才发现 钥匙早就被哥哥掉了包 你又把枪给弟弟 事宜他干下狠心了 他走下车问哥哥要钥匙 弟弟含泪开了枪 是哥哥教会了他如何生存 而他为了生存 第一个杀的人居然是哥哥 故事最后 他来到了时的沙滩 曾经在这里 他和哥哥一起嬉戏 一起玩耍 欢声笑语仿佛就在昨天 但这次哥哥却被自己亲手杀死 这一刻 他感到无比孤独 他不知道自己 在这个末日世界还能活多久 那些美好的回忆再也回不去了 而他也不再是原来那个他